是对的 第三 这种讲经说法的道场该不该建立 讲经红法的道场应该建立 可是什么人去讲呢 这个问题严重了 建个道场很容易 不难了 可是要培养一个讲经的人可不容易 我在好像前几个星期 从北方 有几位很虔诚的佛调图到此地来看我 想在北方讲道场 规模很大 再到处话语 我看到那个道场要很多钱的 那不是一个小数字 那建好的时候我看到总得人民币要上亿 所以我就提醒他 建道场 不如培养红法人才 你能够培养两三个红法人才 比进几百个道场功德还要殊胜 你看看 梁武帝的故事不就晓得了 梁武帝当时以过王的身份 以他这个威德 给佛教造了四百八十个寺庙 南朝四百八十四 他也很喜欢人出家 出家他就供养 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多了 有几十万人了 梁武帝建那么多庙 那么多人 大摩祖司那个时候到中国来 梁武帝很炫耀他的功德了 他问梁武帝 这个问大摩祖司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的功德大不大 大摩祖司说并无功德 这一句话热恼了他了 不扶持了 把他赶走了 把大摩祖司赶走了 真的 培养 这个真正修行 开悟 得到的 这个才真正也有功德 他才能够弘法律生